欢迎观众朋友再次回到比赛中来 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013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今天是半决赛的比赛日 今天将要进行五个单项十场半决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场比赛 一场混双的较量 赛会的四号种子基多伯纳德斯 这是来自印尼的一队组合 对阵奥运冠军张南和赵云磊 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大师赛的二号种子 在这个网站上面来看的 这两队选手此前并没有任何交锋的记录 为了让您更好的收看和了解比赛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 前国家羽毛球队的队员 宫伟杰跟我同可心 一起来为大家解说和评论 现在我们发球的知名选手 是来自于这个印尼的女球员伯纳德斯 他跟这个奥运男双冠军基多 那两个人的配合时间并不是非常的长 但是他们也是在经典的泰国公开赛里面 拿到了混双的冠军 赛南跟赵云磊也是我们2012年的奥运会冠军 混双 然后赛南是出生于1990年 而且他是代表着北京队 赵云磊是出生于1986年 然后是代表着 他也是个湖北人 代表着武汉队 而且他们也是一队恋人 比如这个基多和这个伯纳德斯呢 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呢 他们在近几年的成绩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2012年开始 在越南的公开赛里面就获得冠军 赵云磊跟赵云磊的 等于说他的整个精力或者体力上还是比较疲惫的 赵云磊在全会女双的决赛中获得了冠军 然后战胜了 也不是说战胜嘛 就是汤金华跟陈叔 在第二局陈叔在19比19的时候了 受伤退赛 对 乞丐受伤退赛 而且伤得挺严重的 在这里希望他早日康复 然后张兰是在全会的混双的比赛中 他跟于小韩北京队 然后输给了于阳和卢凯 这队组合他们在今年的大师赛就只参加混双 所以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所谓考虑到身体的消耗也比较大 那基多昨天算是一日双赛 他的这个男双的搭档是一个新老结合的一个男双搭档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不是非常的给力 结果基多在第一场比赛中先输球了 但是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场混双比赛里面成功的击败了韩国的组合 申白哲和张依纳 申白哲和张依纳在本期胜比赛上表现很不错 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很上的亚军 所以呢这个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基多和伯纳德斯获胜 说明呢这一队印尼组合 今年呢也是冲冠军相当有实力的一名选手 所以江南和赵云冷今天这场比赛的可能不是非常的好打 在场上有三位奥运会冠军 面前排清他的2-3-5-5-4-2-1 Hooded 印尼队在今年的试点赛上 他们也是非常不错的收获 获得混双的是印尼的纳西尔和阿赫山 五个单项的金牌他们拿到了两块 经过了去年的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最低的低谷之后 印尼的羽毛球应该说整体的成绩在缓慢的复苏当中 本来印尼的羽毛球就是一个强国吧 因为他们也是羽毛球对于他们国家来说 等于说是国球 发球还是发的偏短 就混双比赛分工应该还是比较明确 一般女孩子就是在前面走着线路的那个 主要是看住前半场和往前创造机会 对 可是我们这队选手张蓝和赵云雷 其实张蓝也是在蓝双中负责往前做球的 因为他的前半场的控制还是尤为突出 所以说在这队混双选手里面 其实他们两个都还是可以分工来攻的进攻 赵云雷一米七三也很高 因此球员里属于比较高大的 所以都还可以 所以技术比较全面的组合 通常情况下分工 混双就是女孩子加上一点 往前能力好的话会比较占便宜 比如说将军 赵云雷和赵云雷的球员比较凶 就是基本上的是 而且呢这个二打一的意图非常明显 女孩子会成为被攻击的这个对象 看赵云雷过往击球 看是否有回饭 这球就可判可不判 其实 不过我感觉拍头好像还是过往挺多的 所以他的击球点没有过往 嗯 加拿和赵云雷的打法特点还是连贯和连接的特别快 主要是两个人的在技术方面都比较全面 没有明显的短板 嗯 直接铺鸭了两个人中间 嗯 直接铺鸭了两个人中间 还有原地的转体三百六十度 这个场上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 啊 啊 鸡舟在后场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啊 这是韩国队啊 李东秀这个教练他已经开始睡着了 看来场上没有什么他吸引他的这个事情 连续的调球假动作做的 啊 啊 啊 哎呀 有点着急了 这一分还准备全全全都包办了 可是最后的处理只能说太潇洒 对 有点太尽兴了 没压住 因为张达和赵云蕊目标非常明确 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就是盯着伯纳德斯 所以让这个季多也很难插上手 稍微有这么一个机会之后啊 还发挥一下 嗯 其实基多的进攻啊还是挺有威胁性的 嗯 如果他的进攻没有威胁性 他就不好去运用他的调球 也不容易被对方说就是适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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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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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其实两个人呢这个成绩啊 不是跟那个去年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 他们在印尼公开赛上是获得了冠军 决赛中击败的是这个彼得森和尼尔森这对丹麦的老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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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和全英的都是获得了亚军 其实运动员就这样啊 每年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 嗯 随着年龄增长 随着他的比赛日渐增多 身体的疲惫感 或者是训练的不够系统或者是商品 都会造成他的成绩的就是下滑或者上升 1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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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多在后场的进攻上 还是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挺大 对 刚开始中国队节奏比较快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女孩子这边 来找机会 取得了不错的收效 女孩子非常 有力量 让个子不是很高 球球也是很有爆发力的 看 基多在这场比赛里面 印尼队的混双里面 它占据了百分之七十的作用 我们中国队的张云雷跟张南市 五五开 各占五十 印尼队在整个混双的比赛里面 表现还非常抢眼 昨天我就介绍在八强赛里面 他们有占据了四个席位 所以印尼队也是属于这个 实力很强 但是在经过了昨天的八强近四 这个比赛之后啊 就剩下两队了 上半区是 维迪安托和迪利 的组合 要在半年赛里对阵 韩国的柳人星和影会员 然后下半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张南和赵云磊 对阵基多和伯纳德斯 反派一个假动作 国耀了 有点着急了 五十 四十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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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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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的中后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时候 比分仰得很紧 非常的倔强 同样的位置 就是推幅同样的位置 直到出界为止 选手还是弱一点 跟我们相比 所以说基多还是 一定要 把它带领好 基多抢一开 被球网者也拦不住了 这样的前后场战位对印尼队不是非常的有利 没来得及轮转的就丢分了 中共队有反差17比16 好球啊 就是靠党网吗 结果出界了 明显在前场的速度更快一点 这几拍球处的虽然是太随意 你说基多 丢分丢得太快 这就属于前场速度明显受压迫 对 20比16 咱们的局点 不过基多的那些就是 他在男双比赛里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好像非常率性随意的发挥 有的时候啊会起到那个 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手感上面 就是不好 所以就觉得人输入毛躁比较多 但是如果一旦那球都是界内的话 他的这个落点还是比较的 超乎对手的想象 像加拿和赵云磊的在这场的混霜的第一局里面 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麻烦 非常轻松的率先 拿下21比16 继续回到这场混霜的半决赛里边 现在我们看到基多和伯纳德斯 今天这一场的对决啊 面对张南和赵云磊在速度上明显是处于下风的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中的是输球 两名球员呢 这个能力都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 特别是基多啊 船上的定海神针 现在也是发现了一定的偏邪 所以没有太多的办法 特别在第一局就是评分的时候 我觉得基多的处理实在就是太草率了 要是你是他的搭档 你会怪他吗 我肯定说的 但是说完了的结果可能会更糟哦 在双打的比赛里面 就两个人的这个配合 不光是技术上面 还有有的时候就在场上情绪啊 气场的配合 他会彼此受到影响 在场上情绪啊 出现了 出现了 这用,处理球是很快,挺好看的,可是不够玩,再好看都没用的 就直接是挂在球网上的,球头嵌到了球网的网洞上面 这个球还是打得比较巧,看到中国队两名球员的防守都比较压厚 极多的出拍它就是快,过与不过之间还是存在一点运气 顺的时候大概会特别好,不顺的时候 我觉得特有想象力的线路 我觉得印尼队的球员吧,他们好像都属于那种 在场上的情绪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暴露的那种 特别像女单啊,女霜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情绪的交流 这些印尼球员里面,我觉得就属于那种表情和情绪暴露比较多的 就极多算是一号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个性的球员,就在场上 哪怕就是说失误比较多一点,但是他的那种 我就觉得是有的时候会比较有想象力 对,可是有个性球员是挺好的,可是你看他能存活多少年 可是他还是奥运会冠军啊 不是,也有很多有个性的球员,就是打几年就消失了 也有可能,如果你取得不到好的成绩 对于个性来说,他就发挥不出来 那古建杰和陈恩宏就是个例子啊 就古建杰就属于那种坏小孩的,特别典型的 他的场上有的时候打球非常好看,很有爆发力 但是呢,他确实是很难有一个持久 那感觉就是不可信赖 所以他状态好的时候,你会觉得真漂亮这球打的 但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不好了 这位玩家怎么说,现在极多在印尼队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 对 所以说他要把自己这个作用发挥好 他才能带领其他的,因为毕竟他是个板样 这是展示着自己连续进攻的能力啊 张胆和赵云磊已经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防守姿态 慢放的,慢动作的重划 哎呀,其实这个杀球已经是一个制造了很好的机会了啊 可是布奈德斯没有跟上这个犯网 我是嫌韩利 所以我前面就说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极多是占70%的创造 然后他要创造进,就是机会给往前的选手 而不是往前的选手,创造机会给他 创造了也没抓住呀 这样就惨了 江南的这个抽球有可能会在这看能做的重划 这球如果不挡一下,可能会出界 虽然这边是一个逆风 但是我觉得刚才昌安出球的位置很高 就是因为羽毛球的输入太快 短时间太难去判断 英俊队是5比10 现在还是在第二局落后了5分 其实如果是在失误太多的话 英俊队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 人一样的运气 人一样的以后 是在失误太多的机会 也没进去 大家看到了 我们几值时把这边有说了 我是什么时候 我会常传商人下历 我会常常跟这边 你会常常传商人下的 各位 还会常常传商人下的 我会常常传商人下的 20秒 20秒 中间有一个市井赛 还有新举办的印度羽毛球联赛 中国有全运会 所以参赛的选手 还是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特别是中国队 张南和赵云磊为此参加这个大失赛 他们只是选择了混伤的比赛 在各自所参加的双打赛事中都没有出赛 孟宇杰要是你是印尼队的教练 你现在已经急坏了 平平摇头 虽然半天跟我已经没说话 但是说这种都没办法 这真的是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还是跟 如果说印尼队的整个要求 还是 他的要求不一样 他的心理的压力就不一样 这球他就打得特别好 他速度非常快 对 发完球之后他去补这一拍 而且是反拍的一个位置 反拍的这种带有这下压式的抽球 所以现在印尼队这队混伤啊 这个场上的得分啊 主要就看机座的发挥 女孩子还是落来的 对 又成了攻击的对象 羽毛签二号球也一样可以这样 在这个会双比赛里 好像这是一种本能 大家在对手里面 这个二选一都会选的比较弱的 来做一个攻击的出口 双打也是一样 嗯 接了一球 我感觉到轮胎 帮助 不即将 似乎 啊 分吧 阿 我 坐 不到 915 擦網球 所以會打不到 擦網改變方向 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 基多他們這隊選手可以發揮成什麼樣子 因為他們是一個大起也是一個大落 追分的時候就打得都挺好的 一旦丟分他就丟得太快 我覺得還是看基多的發揮吧 這女孩子的作用確實不突出 30% 要抽隊角球下我 基多西賞我還是得靠我自己 所以比剛才搶得更兇 但是失誤也比較多 對 從山在網袋上面也是變成一個特別短的 沒辦法 運氣球 你看印尼選手這位女孩 他在拿往前的時候他有猶豫 對 他不是很敢 有的時候確實搶 這種猶豫的話就是有時候搶一拍 反正變成造成不該搶的 對 中國隊已經領先很多了 現場的觀眾還非常熱情 繼續加油 殺了追身 12比17還是落後落後 這球也照應來沒有想到 還是沒躲開 這個角度確實太大 這基多其實我覺得他會有一些很想不到的 讓人影響不到的線路 這平手等 高個還是吃點虧啊 高個還是吃點虧啊 高雲雷克比基多高四公分啊 不止 1米73那是1米68 接發 可能這接發就直接滾往 9米71 比賽的節奏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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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上升 那銀利對前面跟中國隊的這個比分分差還是差的比較多 就是中國隊的節奏 19比14,还是5分 长点已经出现了 20比14 直接浦网得分 迷人非常轻松 几乎是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基多的表现还是挺充满期待的 没想到今天的他的表现确实有失水准 没有给张南和赵云磊带来太多的障碍 这样张南和赵云磊就对奥运冠军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还是赢得非常轻松 杀进到了决赛 待会儿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男子双打的另外一场的半决赛 是韩国的赛会的头号手的高成炫和李龙大 对阵中国的李小龙和邱泽汉